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成了多命关键 内政部96年曾经有发解释函 要求说如果你有两间以上的隔间变更 它一样必须受到新内装修管理办法的规定 必须申请许可后才可以施作 做了很多隔间的这样的高密度使用 都会作为我们优先的一个 优先的一个裁刀的对象 然而在内政部营建署公布了加强寄存违建 直到刚领不到7天 没想到好运炉竹就发生了 汽车防爆膜工厂大火造成严重的伤亡 这栋两层楼的宿舍 二楼隔场小客厅以及12名越南移工的睡铺 一楼是洗衣间还有盥洗室 也是唯一的逃生出口 导致移工们逃生困难 然而这家工厂虽然有500坪厂房是合法登记 但厂房对面120坪的宿舍与仓库 却是违章建筑 基本上是以邮寄政局来依区域计划法来做后续的处理 如果改善的话是移动法案 目前我们桃园市政府的建管处拆除科 负责拆除的人力只有六个人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由民众通报 各县市政府对早期违建暂缓拆除的时间各有不同 以新北市为例是以2009年6月25日为分割 但各县市对继承违建同样都仅拍照列管暂缓拆除 但营建署将严拟取消继承违建的特设令 只要涉及公共安全将优先拆除 工作人员正在拆除的是位在新北市 樱桃路坐落在国有土地河道上的四栋违章建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四栋建筑有将近五公尺的空间都盖在国有土地的河道上 而建筑物底下仅靠着四根柱子来支撑 但由于建筑物本身已经有50年的历史属于既有违建缓拆之列 让拆除的作业一度受阻 在民众的心里面他觉得应该缓拆 我们基于多数民众的公用利益为主的考量下 我们与屋主协调我们进行一个强制性的拆除 然而在河道的另一边陶鹰路 也有四栋同样盖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 属于桃源的管辖 而在新北市违建管理处拆除的作业压力下 桃源违建管理单位也寄出了通知函 要在一周后进行拆除作业 由于该建筑物导致河道阻塞 因此被水务局列为即刻拆除的案件 但许瑞仁38年来都是靠着这间西装定制店来维持佳绩 收到拆迁的通知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目前你怎么挑呢 我就是没办法生存了嘛 你现在是挑到这的时候 就在那里判我属性 桃源建筑管理科表示 如果是低收入户将会通报社会单位帮忙来进行安置 而目前包括学校 工厂附近的宿舍 不锡街等密集的住宅区 都被列为优先清查的范围 那支幕目前也延拟 希望通过收费自治条例 让拆除费用由违建屋主自己承担 不再让全民买单 接下来